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像你左右两边说 欢迎你来到充满热情神同在的崇拜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第十一节 好不好 请Powpoint同工帮我们打出来 来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柄 凡给他石头呢 求鱼凡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神渴望要来制服你的生命 神渴望要使你的生命 进入到一个完全跟蒙福的当中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祈求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个渴望来寻找神的时候 我们愿意能够来扣门的时候 神他要来拜访你 神在今天晚上还要充满你 还要浇灌在你的身上 你预备好 要来寻求祂的面 你预备好 要来评受祂要给你的祝福了吗 如果这是你的渴望 好不好 打开你的心 能够举起你的双手 来祷告说 主是的 我在这里 在今天晚上 你拜访我 在今天晚上 你的灵要浇灌在这个地方 说今天晚上改变我的生命 因为我急切的渴望了 你是那位好神 你是那位良善的神 天父你今天晚上 要浇灌你的灵 在我的生命当中 你要更新翻转我的生命 你要使我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 主要在今天晚上 不论我们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主面前 今天他要来改变你 今天他要把他的心意启示在你的里面 来向主祷告说 主我要 我要 因为我可慕你 主要在今天晚上 主也愿你透过我们的敬拜 主要你得着所有的荣耀 因为唯有你是配得的 你是那个全然全知的神 主要你是那位充满慈爱 信实直到永远的神 主我们爱你 把一切的送赛荣耀 单单归给你 祷告来是奉耶稣就要生命 阿们 把荣耀归给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跟你旁边的说 今天晚上神要为你成就那所求所想的事情 他要为我们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 那些已经未曾看过的事情 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 衝着心里 还没有想过的是 小替它引预备 给那些爱祂的把安息 上帝能够撑着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等不至今直到永远 他抵达的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撑着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等不至今直到永远 他抵达的永不改变 他永不改变 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 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实 神奇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 上帝早已预备 为那些爱他的繁星 上帝能够撑着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等不至今直到永远 他抵达的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撑着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等不至今直到永远 他抵达的永不变 他永不改变 是的我们的主是从今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永远不改变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至今直到永远 更不至今直到永远 他抵达的永不变 他抵达的永不变 Г弹也还没有想过 他是自 sulf y divCE 他日预备 résult 他敦不至今直到永远 阿迪达的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是坚持到永远 阿迪达的永不变 更不是坚持到永远 阿迪达的永不变 再奘 再奘 阿迪达的永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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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达巴 阿迪达里的 Nawet 阿迪达 될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祝你的愛心 刻在我心臺上 中水不能熄滅 還不能淹沒 祝你的愛心 天下聲多死亡 都不能交換 愛歌唱 Woo oh wow oh 我知道不是 我知道不是结局 我终加冲垢野出来 是靠着我心所爱 我知道不是结局 我终加冲垢野出来 是靠着我心所爱 我知道故事结局 我终将冲化也出来 是靠着我心所爱 我知道故事结局 我终将冲化也出来 你爱最高的爱 最宽广的爱 最深的爱 无知情的爱 最高的爱 最宽广的爱 最深的爱 无知情的爱 最高的爱 最宽广的爱 最深的爱 无知情的爱 最高的爱 最宽广的爱 最深的爱 无知情 无论我死或蛇 或天使之间当全 现在过强了 要处理出人的手 早路都不能将冲化 与你爱隔绝 无论我死或生活 天使之间当全 现在过强了 要处理出人的手 早路都不能将冲化 祝你爱隔绝我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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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還不能淹沒 祝妳的愛情 先想什麼死亡 都不能叫我對妳來歌曲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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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那不是結局 我吃那不是結局 我總將瘡狂也出來 請靠著我心做愛 我吃那不是結局 我總將瘡狂也出來 誰靠著我心所愛 我知道故事結局 我總將衝破你出來 誰靠著我心所愛 我知道故事結局 我總將衝破你出來 命愛 最高 命愛 最寬闊 命愛 最深 命愛 和你知己 命愛 最高 命愛 最寬闊 命愛 最深 命愛 和你知己 命愛 最高 命愛 最寬闊 命愛 最深 命愛 和你知己 命愛 最寬闊 最寬闊 命愛 最寬闊 命愛 最寬闊 無論我死或生活天使 現在我將來交出秘書 任何種效果 我都不能將我與你愛歌卷 無論我死或生活天使 指針掌勸 現在我將來交出秘書 任何種效果 我都不能將我與你愛歌卷 要 shine… 要 shine… 要 shine… 是 Your Sun Love 就是你的商量 就是你的商量 就是掉色 就是掉色 我老高 黑暗就變光明 我老高 甚至已成全在這地 我們舉雙手同行宣告 耶穌的命 我們心好憐憫的主 替我們祷告 讓天堂的人敞開 讓生命指導傳開 願意的旨意呈現天賦 讓我們祷告 祝我祷告 我祷告 下夜就能看見 我祷告 仍舊於身心已連結 我們舉雙手同行宣告 耶穌的命 我們心好憐憫的主 替我們祷告 讓天堂的人敞開 讓生命指導傳開 願意的旨意 成全天賦 當我們祷告 帶下意識和釋放 此下會愛和原諒 唯有祢能夠成全天賦 當我們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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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同行來不求 全世界來認識你主 同行來不求 全世界來認識你主 同行來不求 全世界來認識你主 同行來不求 全世界來認識你的愛 當天堂的人敞開 讓生命指導傳開 願意的旨意 成全天賦 當我們祷告 旁邊 成全世界來認識你主 呵 heelY graduation 哈利路亚 有一个极大的掌声 祝我们赞免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荣耀为与之高山 千能的君王 天使长 劳斗歌唱 权敌的悬崖 荣耀为与之高山 千能的君王 天使长 劳斗歌唱 权敌的悬崖 陪着陪着陪着 陪着陪着 耶稣你陪着 人质陪着赞位 荣耀与尊贵 能力和智慧 都归却能真相 荣耀为生命举光 坐在吧坐上 神接生儿子 将荣耀重返快来的举光 陪的陪的耶稣里陪的 人子陪的赞美 清晰清白在你的宝座前 清白却能真相 哦 哎呀 飛呀鴻海�ant 哦 哎呀 Beh呀鴻海鴇 也 erkub pale Maja 哎呀 飛呀鴻海鴇 噢 鴻海鴇 阿よ crowd揮 与抱围食 福音时的胜利 指放离他的人 从天上交捐 依你的爱说爱 陪的 陪的 耶稣你陪的 人子陪的 真美 好不好 高举双声来唱 有药与尊贵 有你的聚会 有为全能 真相 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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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陪的 人子陪的 真美 七世今晚爱 你的帮助 我借 敬拜全能 真相 有药与尊贵 耶稣 好吗 文字幕明星训指数 看不太期待了 离开 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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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更多更多的江湛 你敬拜神給他 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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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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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 黑暗 你陪的 你陪的 黑暗 你陪的 黑暗 黑暗 你陪的 黑暗 一切榮耀與尊貴 歸於祢耶穌 祢是創造宇宙的主 祢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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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一顆敬拜的心 值得就是我全所有 每個呼吸 每個決定 都為了祢 直到祢再來那一天 我獻上 我獻上一顆清白的心 值得就是我全所有 每個呼吸 每個決定 都為了祢 直到祢再來那一天 無論 無論要付什麼代價 你說清白不可虛假 只要幾無事來自我心裡 祝祢就越大 無論要付什麼代價 當我再次說我愛祢 我會真誠把自我內心 我獻上一顆清白的心 我獻上一顆清白的心 值得就是我全所有 每個呼吸 每個決定 都為了祢 我獻上一顆清白的心 只要幾無事來自我心裡 祝祢就越好 無論要付什麼代價 當我再次說我愛祢 我會真誠把自我內心 無論要付什麼代價 你說清白不可虛假 我們要幾無事來自我心裡 只要幾無事來自我心裡 祝祢就越大 無論要付什麼代價 當我再次說我愛祢 我會真誠把自我內心 心裡 心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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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願與神願相依 被破裂 被解醒 和祢做事的敬拜祢 心裡心 你向神來上 神願與神願相依 被破裂 被解醒 和祢做事的敬拜祢 心裡心 心裡心 神願與神願相依 被破裂 被解醒 和祢做事的敬拜祢 對於愛祢 我們祢做事的敬拜祢 祢做事的敬拜祢 祢做事的敬拜祢 和我確信 至上我懈願 所多誓信 是我真的爱你 你牵涨我的内心 只可我献下我的生命 我摆在你左线 耶你牵涨我的内心 耶稣 无论要乎什么概念 聽說清白不可虛假 只要記入詩而自我心裡 祝你救援啊 無論了不什麼代價 當我再次說我愛你 我會真正把自我內心 心與心 心與心 生緣與生緣相依 被光臉 被接近 愛你做事的清白你 心與心 心與心 生緣與生緣相依 被光臉 被接近 愛你做事的清白你 心與心 心與心 生緣與生緣相依 被光臉 被接近 愛你做事的清白你 愛你 父親 愛你 愛你 自我 情緣に呼吸 愛你 自我 愛你 自我 一尊 mare 愛你 裝甘 我心裡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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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感覺到 神要賜下一個數天的伴 盼望在我們許多人的心裡面 我不知道你正在一個 可能是一個絕望的光景 一個失望的光景 我不知道你遇到什麼樣子的事情 甚至你感覺到 神那裡真的存在嗎 我感受不到你 我感受不到你的愛 我也感受不到主 你在我生命當中的心意是什麼 我的未來感覺沒有方向 所以我的未來 不知道該怎麼走 神你為什麼不對 我的生命來說話 我需要你 我需要那個盼望 你感覺你好像在一個 隧道的裡面 你不知道那個光在哪裡 你不知道 那樣子的一個出口在哪裡 今天晚上神要對你說 孩子 我要賜下那個數天的盼望 在你的裡面 神經上告訴我們說 有一個極大的奧秘 就是在基督耶穌裡面 基督在我們的裡面 他就是那個榮耀的盼望 今天晚上 當我們來敬拜神的時候 我也渴望神 賜下那個數天的盼望 在你的裡面 我不知道你在這個旅程 我不知道你在這個旅程的當中 什麼時候失去了這個盼望 什麼時候你覺得 你裡面非常的低沉 但是今天晚上 神要挪去在你裡面的低沉 神要挪去在你裡面的憂鬱 神要挪去在你的心裡面 那個絕望 那個失望的感覺 神說我要向你鮮明 我是那位愛你的父親 你會知道我的天啊 你會知道我的良善 你會經歷我的良善 你會開始聽見 我對你的生命來說話 因為當你將你的心 轉向我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 那個出口就在不遠的地方 歐洲我要向你鮮明 我不再 你的眼睛不再是被蒙蔽的 你可以看見 你可以看見 我對你那榮耀的心意 你可以看見 我在你生命當中 那個榮耀的計畫 如果今天晚上 你感覺到那個就是你 你可以把你的手舉起來 我們要一起來為你祷告 你感覺到 你失去了那個盼望 你失去了那個 甚至在今年 好像到今年 已經到三月 你還不知道神啊 今年你給我的命名年是什麼 我需要聽見你的神 我需要領受 從你來來的意象 讓我的夢想 讓我的夢想 能夠繼續的堅持下去 如果那是你的話 把你的手舉起來 好不好 旁邊的弟兄姐妹 你看見有人把手舉起來的 我要你按手在他的身上 我們要一起來祷告 今天晚上 神要讓他們的靈 能夠再一次蘇醒 能夠再一次的活過來 要磨去他們 那些凡遮蔽他們的 我知道他們的眼睛 可以看見神他們的身上 那個榮耀的工作 神榮耀的心意 他要賜下那屬天的盼望 來取代一切絕望 還有一切 所有低沉的感覺 我們的同聲開口 我們就來為我們周圍 旁邊的人來祷告 現在是神來服侍我們的時候 現在是他彰顯他們榮耀 盼望的時候 基督在我們裡面 就是那榮耀的盼望 基督在我們裡面 就是那榮耀的盼望 就是你現在 完全地挪去那個絕望 那個低沉的感覺 打開我們的眼睛 讓我們看見 我們不再感覺到是冰冷的 我們不再感覺到是冷漠的 我們再感覺到是冷漠的 我們再也沒有任何的事情 叫我們與你的愛隔絕 基督就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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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ease your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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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感動 阿華在阿華當中 如果你在病痛 疾病的當中 有一段時間 然後你已經感覺到 因著這個疾病 因著這個病動 你裡面非常的低沉 甚至你失去得著 醫治的盼望 甚至你不知道 到底神能不能夠 醫治你 今天晚上好不好 我們也要來為你來禱告 讓我們再追求 追求神 然後追求神迹 其實跟神聖靈 他超自然大能的工作 他醫治的工作 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不要灰心 如果在你的裡面有那個灰心 如果在你的裡面 有那個絕望 有那個灰心的感覺的時候 我要你把你的手舉起來 如果在你 因著疾病的緣故 因著病痛的緣故 你不知道神 到底什麼是要來醫治你 甚至你已經不想要 去到我們的灰陵路去 請人為你禱告 你感覺到非常的絕望 你知道嗎 當你在一個疾病的裡面 你裡面會感覺到 非常的低沉 你的身體會影響你的魂 你的身體也會影響你的靈 所以好不好 今天在我們的當中 如果有這樣子的人 你可以把你的手舉起來 好不好 旁邊的人一樣 我們同樣的 我們也來為他們來禱告 我們求神自下 那個得醫治的盼望跟信心 在他們的裡面 求神來堅固 求神來堅固 讓他們的心不要再生病 因為主知道 祂的拯救 祂的醫治 祂復活大能的工作 要運行在我們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們就同聲開口 然後我們也為 今天的弟兄姐妹來禱告 祂的… 讓你的工作不再持臉 祂要快快地 臨到他們的身上 祂要來賜下那個十天的盼望 祂要讓你的心情 可以依著那個盼望 可以依著那個盼望 剛才自來 他如果心理予到会在上面 她感激一下 不如愿意发生 PUXasty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你说敬拜不可虚假 只要记不时来自我幸灵 祝妳就越難 不然要付什麼代價 等我再次說我愛妳 我會成長 把自我悲心 像最後一句 無緣要付什麼代價 無緣要付什麼代價 妳說近來不肯虛假 無緣要付什麼代價 無緣要付什麼代價 等我再次說我愛妳 我會成長 把自我悲心 讓我們把今天的掌聲 榮耀歸給我們的神 Hallelujah 要拍手就大聲的拍手 來讚美我們 Amen 耶穌 唯有祂是我們的盼望 Amen Amen Hallelujah 好不好 妳要坐下的時候 告訴妳左右的說 唯有耶穌是我們的盼望 唯有耶穌是我們的盼望 Hallelujah 我們感謝神 唯有耶穌是我們的盼望 每一次當妳遇著困難 遇著疾病 遇著各樣的環境 唯有耶穌是我們的盼望 Amen 好不好 我們再次拍手 把掌聲歸給神 唯有祂是我們的盼望 唯有祂是我們的盼望 我們要來歡迎 在我們當中的新朋友 今天不管妳是怎麼樣 來到我們青年崇拜裡面 是朋友邀請妳來 是妳自己走進來 是妳以前聽說青年崇拜 非常的嗨 所以妳來 不管怎麼樣妳來到這裡 今天妳是第一次 或者第二次來到我們當中的新朋友 等一下我們要來歡迎妳 那在歡迎我們新朋友之前 我們要來歡迎一群 從海外來的朋友 今天有一個團隊 從這個中國來的我們的團隊 我們有大概80位的我們的牧者們 來到我們當中 好不好 請我們中國團隊的牧者們 能夠一起起立好嗎 好不好 青年牧區的弟兄姐妹 拍手歡迎他們 非常歡迎你們 熱烈的歡迎你們 請坐 我們要來歡迎在我們當中 第一次或第二次來我們當中的新朋友 我數到三 請妳起立 請前後左右的弟兄姐妹 跟他們握手 歡迎他們 一 二 三 請起立 好不好 歡迎他們 前後左右去歡迎他們 為他們來祝福 歡迎妳 歡迎妳 歡迎我們的新朋友 剛剛妳站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童工有把新人留名卡給妳 也有給妳一份我們的介紹 我們的簡介 請我們的新朋友 現在就拿出妳的筆來 可以來填寫一下 讓我們可以來認識妳 讓我們可以更多來知道妳是怎麼樣的人 那這一個禮拜我們會有人跟你聯絡 邀請妳加入在我們的聚會裡面 我們在每一天都有許多的小組 我們會有人來跟你聯絡 讓妳可以找到適合妳的小組 可以加入找到一個屬靈的家 另外也會邀請妳繼續來參加我們的青年牧區的各項聚會 所以新朋友們請妳現在可以拿起筆來填寫這個留名卡 那在留名卡裡面有一張紅心的貼紙 上面寫著VIP 請我們新朋友可以把這個貼紙貼在妳的左胸前 讓我們知道今天妳是我們的VIP 等一下聚完會的時候 在我們219教室外面的219教室 有一個VIP Room 在那裡讓我們為妳來介紹我們這個教會 也為妳來祝福 為妳來禱告 所以請我們的新朋友能夠開始來填寫 也把這個貼紙可以貼上去 然後聚會完以後 留個5分鐘10分鐘給我們 到VIP Room裡面 讓我們能夠為妳來介紹 好 那敬拜的最高峰就是奉獻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Peter傳導 為我們領經驗奉獻 拍手歡迎 我們今天有一個經節我們要來念一下 真言第三章第13到第14節 我們大家一起來念好不好 預備來 得智慧 得聰明的人 這人變為有福 因為得智慧勝過得銀子 其利益強如金金 Amen Amen 我們當中有多少人 妳曾經希望妳的戶頭裡面有更多的靈的 就是妳希望妳裡面的錢比較多的可以舉手 OK 大概有一半的人是誠實的 OK 另外一半的人 最好下次說妳的老闆要讓妳簽 就是要promote妳 最好跟他講說 我要promote但是我不要更多的錢 這是我唯一的條件 想要更多的錢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想要的 都會有的一個渴望 對不對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裡面會有一個錯誤的想法 就是好像神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變成有錢的人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教導 就是神要祝福每一個人 讓每一個人要變成有錢的人 這是一個錯誤的神學 不僅是錯誤的神學 這在經濟學的角度也是錯誤的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很有錢的話 那不是每個人都沒有錢 妳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神把一億元匯到我們當中每一個人的戶頭裡面 那那個一億元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如果神他要給我們的其實不是錢財 這不是他最主要要給我們 那他要給我們的是什麼 在真言裡面這邊告訴我們 他說神要給我們的是什麼 智慧 是智慧 神要我們去追求的 神要我們得著的其實是智慧 智慧其實講到的是什麼 智慧其實講到的就是 你是用什麼眼光去看一件事情 不是你看到的是什麼 不是你看到可能是戶頭裡面有多少錢 而是你怎麼去看待你戶頭裡面的錢 這就是智慧 神要透過智慧幫助我們對錢 對我們的人生 對我們所有的一切 是有個正確的一個 一個mindset 一個set of mind 來看一件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 神要在 教導我們在金錢上面要十一奉獻 因為神是透過十一奉獻的這個功課 在教導我們怎麼用個正確的眼光 正確的一個思想模式 來看待我們的錢 因為有時候不管我們 戶頭裡面有多少錢 如果我們對錢的看法是錯誤的話 這個錢在你戶頭裡面不會搭太久 對不對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叫做 富不過三代 對大家知道這是從唐朝來的一個成語 我不知道這是唐朝來的 但是這是一個成語 這是一個成語 OK 這是一個為什麼富不過三代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拿到了錢 但是我們對錢有錯誤的看法 我們對錢沒有正確的看法 所以這個錢它留不住 但是神要 其實要賜給我們的是一個智慧 當我們對錢有正確的看法 有正確的態度的時候 錢財進到我們的戶頭裡面 進到我們的口袋裡面 它會轉變成財富 它會轉變成一個財富 錢進來會變成財富 財富進來變成財富 這就是神要賜給我們的一個蒙福的人生 所以我們今天在收奉獻的時候 我們來求神賜給我們的智慧 讓我們用智慧來看待我們的錢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 因為你在雅各書裡面說 如果我們當中有人缺乏智慧 我們就可以向你求 你必定要把這個智慧給我們 所以今天我們在十一奉獻 在收奉獻的時候 求你教導我們對錢財 是有一個屬天的智慧 好 教我們在看錢的方面 是有一個正確的觀點 一個屬天的觀點 我們感謝讚美你 這樣祷告是奉靠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我們當中如果有需要 那個年中要開售計畫 可以跟我們的招待要那個信封袋 還有如果你是新人的話 也可以把我們的信仁卡 丟進我們的信封袋裡面 謝謝 好 我們一邊奉獻一邊來聽 我們青年幕區重要的報告事項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報告的影片 哈囉 青年幕區 你們興奮嗎 哈囉 薄壽哥 歡迎你回到台灣來 上禮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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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一邊在奉獻齁 各位 好 好 我先來報告一下 在我們的週報裡面有一個夾頁 我們有一張DM 大家看到了嗎 跟我揮揮手好嗎 週報裡面有一張DM 好 這是我們復活節時候的DM 我們復活節 我們有一個醫治步道會 告訴一下你昨天說 醫治步道會 是我們的信鐘哥為我們來帶領這一次的聚會 所以有一張DM 你可以邀請你的朋友 邀請你的同學 邀請你的家人 特別他有疾病的 可以邀請他來參加 OK 很重要 記得是步道會 步道會就是給新朋友來參加的 所以請大家拿到這張DM 要去邀請我們的新朋友 好 我們來看我們的報告影片 有一個兩代傳承青年會呢 就是家庭的精神要由我們青年 一起來傳承 哪些人是青年呢 就是你就是我了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影片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影片 嗨 各位大家好 真言十三章二十二節裡面這麼說 藝人為子孫存留產業 而罪人的財富是為藝人所積藏的 這裡面藝人為子孫所存留的產業 很多時候不是只是房屋 土地和存款 更多的時候是榜樣 訓毀 還有屬靈的精神 上帝怎麼看人 上帝怎麼看男人 上帝怎麼看女人 上帝怎麼看丈夫 妻子 上帝怎麼看婚姻 上帝怎麼看家庭 上帝怎麼看做爸爸 做媽媽 做兒女 絕對是一個整個價值觀的一個轉換 上一代 下一代 在上帝的信念 觀念裡面 我們一起來連結 我們相信我們能夠看到 一個全新的四代的興起 我們的渴望是看見 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同時間也轉向父親 這樣全地的咒子才可以被剁開 兩代不只是要彼此站立 彼此祝福 兩代的傳承 上一代能夠把他們所領受的產業 能夠傳承給下一代 能夠我們上一代的天花板 能夠成為下一代的地板 我相信這是一個兩代同心建造的一個時刻 不只是我們跟我們的上一代 還有我們跟我們的下一代 針對我們的上一代 我們真的需要更多的領受做兒子的靈 以至於我們能夠在作用的裡面 來領受我們的上一代我們的父老們 他們所要給我們很寶貴的屬民的產業 這四年我們從首約 首真 首份 而到了今年是首成 意思就是兩代要合一 兩代要看見傳承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是要婚 要生 要養 要教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建立 幸福美滿的夫妻關係 但是我們也同樣希望生出 養出 教出 很棒的 很健康的下一代 因此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一起來參加第五屆活力台灣 幸福家庭 快樂一走這樣的活動 讓我們兩代一起站立 彼此祝福 彼此傳承 讓我們3月22號 我們一起聚集在台北科技大學 讓我們站在那邊看見上一代 下一代 我們攜手一起來看見神國的降臨 這個祷告會會影響在台灣的屬民的氛圍 影響我們城市跟我們的國家 我要邀請你一起來到台北科技大學 讓我們一起來見證神在台灣的工作 兩代的合一開啟台灣的新紀元 我要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 3月22號的這個兩代同行的祷告聚集 我相信當為父的親傳向兒女 而你的心轉向父親 神就要來醫治這地 3月20號我們一起來參加這個 兩代傳承祝福會 我們希望有1000對的父母跟孩子 來到當中來領受這個產業 來領受這個祝福 我們結成歡迎鼓勵大家來參加這個祝福祷告會 再來喔 祝福喔 各位同學 你是不是面對很多社會議題不曉得怎麼樣去跟同學來做討論呢 這個情況將要改變 從4月開始我們會舉辦一個撕沙龍的活動 什麼是撕沙龍 撕沙龍 沙威龍 什麼是撕沙龍呢 撕沙龍就是透過對談跟思考的一個對話平台 而透過這樣子對議題的討論 我們可以很自然地關心社會的議題 也可以透過這樣子的討論 讓非基督徒的同學可以自然而然來接觸到基督教的核心 那麼在3月18號星期三晚上7點在大安學生中心的4樓教育廳 我們會有一個真才說明會 只要你是對社會議題有興趣 或是跟我們一樣想要營造一個在真理基礎上面 營造一個理性跟溝通的氛圍 那麼你就是我們要找的沙龍人 學校沒教的事教會沒說的話都在大安司沙龍 你一定要來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洗過了嗎 你受盡了嗎 如果你已經接受耶穌基督 你還沒有受盡 那麼我鼓勵你 你要來報名參加敬禮 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 那麼在受洗之前你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你要上敬禮的意義課程 什麼是敬禮的意義呢 就是敬禮的意義 是不是這個意思 大家說就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在敬禮的課程當中 我們會告訴你敬禮的每一個動作代表的意義 你一定要知道你為什麼要受洗歸入主耶穌基督的名下 如果你已經決定 要受洗了 趕快跟你的小組長拿報名表來報名 報名的日期以及受盡的日期 我就不多說 你自己看字幕好嗎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對兒童事工有負擔嗎 你希望看見到我們下一代像這個樣子嗎 沉迷在電玩裡面 每天拿著手機拿著iPad 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嗎 親愛弟兄姐妹 因為我們的下一代真的很需要你 如果你對兒童的事工有負擔 我們真的鼓勵你來參加這個兒童事工的培訓會 讓來自美國BESOL教會的賽斯達爾牧師 來跟你分享怎麼樣在神的真理的裡面 建造剛強壯膽的下一代 讓我們的國家社會更有希望 5月27、5月28 兒童事工培訓會等你來報名 好 我們感謝神 我們再複習一下 下個禮拜天 3月22號有什麼事情 忘記了 兩代合一的禱告會 兩代合一禱告會 在台北科技大學 請大家能夠記得這個時間 如果可以的話 邀請你的爸爸媽媽 或者如果你有孩子 帶著你的孩子可以一起來參加 因為是兩代合一 讓我們能夠一起在那邊為兩代 為我們的上一代下一代 一起來禱告一起來守望 另外大安斯沙龍 這個3月18有說明會 3月31禮拜二開始舉辦 也請各位能夠留意 那有一個補充報告的 是我們的這個樓上 有一間病例商店 大家知道吧 五丙鱷魚 如果有去五丙鱷魚了 通常你會走外面的樓梯上去 可是很多人上去了以後 就把門給開著 然後就沒有關起來 還要滅火器把它擋著 各位弟兄姐妹 這個門是住戶出入的門 OK 所以如果有要去五丙鱷魚了 請大家就把門隨手關上 他們住戶已經在抗議了 我們是艾琳社的好青年 對不對 所以讓我們能夠一起來服侍 住在這裡的住戶 好 好不好讓我們一起起立 我們來禱告 我們要為我們的裝備課程 我們要來禱告 我們要來禱告 我們要來禱告